都頗緊張 因為都很用心去拍 兩個造型都很特別 都是以前從來沒試過的一些造型 的一些角色性格都很特別 今次合作的 跟敏逸我們一步一步越來越挑戰 越多的角色或者氣氛在一起 所以跟敏逸合作了很多次 但是跟志文第一次合作 但是出奇地亦都很合夾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一些比較內向的性格 但是內裡又比較外向 因為譬如他都會跳舞 所以我們熟了之後就很合拍 拍的過程亦都會互相去討論一下 如何可以做好一點 亦都很多溝通在裏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你剛才說你的角色是律師 專門幫中心水寶的居民 會否覺得他會比較到鄭嘉穎以前的那套 路火街頭 是的 我想又不像的 因為裏面情節上 或者我們跟Partner的合作都很不同 裏面可能粗獷 可能感覺上貼地一點的那種感覺 都想給觀眾 但是不一樣的 但是一開始可能拍劇之前都會說 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不要跟蹤 是的 所以都怕會覺得相似 然後就是你兩個角色 我看見都好像是比較搞笑的 是不是有些甚麼會令監製 導演覺得你是有些喜劇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 我想是監製很想挑戰自己 亦都挑戰演員的一些 就是想他們有突破 還有都希望觀眾看到一個 有一個新鮮感在 而羅天宇又比較少演一些 比較粗獷一些的角色 所以在這一方面 去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亦都想給到觀眾一個新鮮感 那你這部戲就要不要露呢 因為另外講到你又是在廣外 哪一套新鮮感 這套都挺有少少的 挺有趣的 因為疫情那一陣子 它很流行日本那邊 尤其是 因為很流行FaceTime 或者上課開會 他們會做了一種 只有前面和上半身的西裝 等他們每天起床 很方便一粒上去就是了 但是可能有一些主要的原因 我就穿著那套衣服衝了下街 下面就是Mine in tone 後面露背 所以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 你的反差都挺大 因為你又拍了手錶 又有這些造型的時候 這樣撞出來就很喜劇 有沒有想到挑戰 演發喜劇的那些呢 我自己都很想 因為以前拍《我回家》的時候 也都會有一些搞笑的情節 如果拍到的話 自己是很大滿足感的 可以引到觀眾笑 是一個一直以來很想做的東西 但是當然自己可能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很多機會試 現在遇到其實很感恩 那這次和黃志文比較多對手戲呢 還有說和哪一個都比較多對手 和馬臣 馬臣都多 馬臣因為他 你看看他這麼高大 氣場又很強的 但是我在裡面 我有時也和他互陷 所以其實真的有個心理關口要衝破 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以前經常都 因為我曾經和馬臣合作 上一次就是跳入心靈線 而他是我的上司 而他 我都是一個下屬的態度和他 和我們真人可能相處都是差 有些相似的 大家都很有禮 是很恭敬他 但是在劇中我真的要罵他 真的要和他作對 所以這件事都挺挑戰自己的 但是你這部戲好像都會 每一個演員都有兩面 一文面 你這個角色是不是都會有兩個性格的東西 我這個角色比較少 但是裡面都有些 你挺有趣的都有兩面 但不是一文面 可能是 可能出來的時候 然後給人感覺都很吵吵吵吵吵 但其實他都有另外的心情一面 或者有些傷感的一面都有 所以都很多面 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角色 那你現在的雞蛋製生意怎麼樣 現在的雞蛋製生意 挺好 我們剛剛開了第七間分店 那來後應該會開多三間 在一年裏面 所以都希望向著這個方向 還有現在主要都是在深圳為主的 所以都希望可以去到香港也好 或者去到國內的不同地方 甚至乎 也都有一些人問過我們 會不會去日本 或者在美國開 都有些投資者這樣問我們 所以我們都一步一步來 那香港好像是否沒有分店 還是有分店 香港暫時沒有 但會不會真的考慮在香港開 會 當然 我們始終 我們也是香港人 然後也是香港的小吃 當然都想在香港開 但是可能一步一步來 都急不了 那這次你兩部劇一齊上 會不會有收視壓力 其實都會有對比 你會不會背著 收視就真的 控制不了的東西 我唯一控制到的 就是自己演好每一個角色 所以 這一方面的壓力就沒什麼 反而就想讓觀眾看到 不一樣的羅天宇 希望大家都感受到 我擺下每一個角色的心機 再認識一下 如果你有機會 能夠啟發 嘗… …